共產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雖然選輸了 不過好險他們的立委 方面有一些亮點 包括我們看到在桃園 桃園大家覺得 不可思議的是鄭運鵬 一年多前 他才剛選過桃園市長 你拿到那麼多票 挾著剛選過市長的光環 再來選一個區區的立委 居然會選輸 而且選輸給劉許廷 一個新秀 劉許廷他也講說 這一次代表說 不是說你拿到執政權 就有你玩四年 還有包括鄭文燦 鄭文燦這次是重回桃園 他代軍 領軍 如果選得好 他可以更上一層樓 也許可以當隔魁 結果全軍覆沒 被屠城 鄭文燦昨天臉很臭 今天早上他說出席活動 我不回應 其實我覺得桃園真的 我昨天有講過一點 就是他一直攻擊張三鎮 說選錯市長就沒有台積電 這個真的是把桃園市民 當成是一個傻子 包括現在鄭運鵬 變成兒子就老子 老子選情差了 兒子出來了 包括幫他服選 包括他的帥氣 整天一整天都在講他兒子 說是千年一遇美男子 說他的長相如台版的車營優 三位男性知道車營優是誰嗎 反正就是韓流 這個臉蛋天才 就是韓國明星裡面 臉蛋最好看的一個男明星 他說是台版的車營 沒有整過就對了 沒有整過 應該不是 因為他從小就長這樣 對 這我確定 因為韓國人我們都 他是確定天然的 因為他小時候就長這樣 我看過他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2028年國民黨 現在包括在台中 立委的版圖也大洗盤 本來覺得國民黨在台中裡面 八席裡面只有兩席 經過他的佈局 就是葉恩智剛剛講的 藍白的大合作的氣氛之下 一口氣衝到六席 拿到六席大油斬獲 很多年輕人 然後嚴寬衡也幫自己 復仇成功 那之前喊出來 本來其實只有四加一 就是包括蔡碧如 雖然那個加一沒有 但是一口氣變成六 好 現在PTT開始討論 那下一局四年後 國民黨可以派誰 有人講 是有人亂配 淵淵亂點 淵淵譜這樣 盧柯配或柯盧配 但很多人看到說什麼 還有柯 柯是誰 柯知愛嗎 還是柯文哲 很多人不能接受 再跟柯文哲 有人講說講萬出 也不錯 那綠營裡面有一個 現在變成 因為經過正義 變成新的地方的 很強大的諸侯 陳其邁的這個高雄 本來說要搶 有四席是告急 突然變成 但我覺得四席告急 也有點碰轟 因為要強調八仙故 因為只有一席告急 你現在講的好像四席告急 然後八仙故 所以陳其邁變成是 格奎的熱門人選 其他有包括林家榮 鄭麗君 但我個人覺得不會是鄭麗君 因為第一任絕對炮灰 那鄭麗君是賴清德 又很主義的人選 所以他應該先放一個炮灰 我們看他第一任可能是誰 柯知哥 我覺得第一個 因為桃園那個人 大概最緊張是突然級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只有一千多票 那黃世傑被他幹掉 那最近朋友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兩個地方都 剛剛比如說講到柯文哲 為什麼台北得的比較少 你兩個地方都剛換市長 換了之後就有感覺 就是說你柯文哲都講 台北市長做得很好 可是民眾就不會覺得 講話案比你差 滿意度差一倍 對啊 滿意度如果覺得講話案 做得比你差的話 你票就應該很高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就換了張善政之後 民眾沒有覺得 你鄭運鵬做得很好 不是鄭文哲做得很好 因為你鄭文哲 雖然那時候的 滿意度差都很高 但是問題是人家先上來之後 人家覺得那個 所以這對你的不信任投票 那然後 而且重點是說 你當這個是6比0之後 下一任的 不管張善政要不要連任 你民進黨都很難 民進黨幾乎都沒機會 6比0你要什麼 國民黨幾乎 只要推得出 效用的人來的話 大概這個地方就會是那個 那台中的狀況的話 因為我就講 剛剛廣告先生在講 盧秀燕基本上他佈局得早 你看他這次 這是用了這麼多年輕人 子弟兵 所以他不管將來在立法院裡面 他也會是 他也會是最有實力的那一組 雖然他現在不想去碰黨務 可是你可以想像說 他立法院息次 立法院 你們誰立法院 有這麼多子弟兵 這個一定是他的 而且那個時候 他有跨區去幫人家選 他跨區去幫人家選 這是最直接的 這個帳都一定算他的 沒有人想從2比6 因為桃園是從3比3變成 變成6比0 這邊是從2比6變成6比2 台中的戰功更明顯 他的戰功更明顯 他這個地方非常非常的明確 而且就是說 大家在講下一任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不要去想不配 你在想下一任再去玩一次 軍院那個你受得了嗎 全民都受不了了 下次再一次你再去想那個東西 一定又是軍院那一套 又是華山那一套 所以我跟你講 大家真的不要去想那個 我跟你講國民黨在被他 國民黨真的一天到來想 而且四年後的柯文哲 搞不好也很強 那個四年後 我覺得四年後柯文哲 要看兩年之後 他到底怎麼辦 就兩年之後 剛剛講像桃園這個狀況 台中這個狀況 你都插不進去 他現在唯一 可能有機會看新北 新北的話 如果國民黨選得好 他也一樣沒有機會 那個陳其邁呢 他有可能接回 陳其邁 我覺得陳其邁的狀況 跟盧秀昱很像 他不會去 不會去 我覺得他一定會做好做蠻 他一定會做好做蠻 去等到下一任總統 尤其高賢現在有魔咒了 他就是想捲總統的人 我絕對不會在現在這個狀況去 讓自己跌交 這個地方 而且尤其這一任的隔魁 非常不好做 遠之大家有發現一個現象 說這一次大家有分裂投票 為什麼呢 綠跟白政黨票低於總統票 說我們去投給國民黨 投給民眾黨 但是總統票 是這個比較高的 等於說好像這兩個的粉絲 比較看人 看政黨比較沒有看 藍的政黨票高於總統票 所以好像投給侯友宜的人 沒有順 好像投給國民黨的人 沒有順便投給侯友宜的人 會比較多 然後還有包括立法院的部分 立委廢票35萬張 高達2.58% 創下了新高 然後這個揚明的警示說 這應該是狂熱的科粉 因為他們很多的地方是 有總統可以選 有政黨票可以選 但沒有他們區域立委可以選 所以立委就 還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票 請教原資 所以他們有很多時間去折 我覺得有可能 就是說因為有很多區域 都沒有民眾黨的候選人 他們可能藍的也不想投 綠的也不想投 就投廢票 那以我那區來講 我們那區是有三組候選人 我還有一個歐巴桑聯盟的 那個歐巴桑聯盟那個 完全沒有宣傳 你語意尊重一點 什麼叫那個歐巴桑聯盟 那個 有一個歐巴桑 什麼小名參政歐巴桑聯盟 歐盟 對 小歐盟 小歐盟 他們選得很好 你語氣真的很輕蔑 人家現在很厲害 第五大黨 我們沒有輕蔑 非常尊重 就是小歐盟 他在我們那區完全沒有宣傳 就完全沒有宣傳 我也沒有看他出來活動 他拿一萬多票 拿一萬多票 對 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我覺得那些 所以重點 投給他的應該就是 比如說藍跟綠都投不下去 那在別區如果說沒有這種 第三組候選人他就投廢票 所以確實是很多顆粉 是顆粉的狀況 那至於說那個 耀州你剛剛問說 我們的政黨票是高於 我們總統得票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看也差不多 大概差七 八萬而已 可是當然確實可能有一些 支持國民黨 投國民黨的政黨票的人 他最後是投到 這個是新聞話題 可是我補充一個數字 大家完全會有不同的感覺 因為在2020年 當時民進黨得票數是 817萬票 他政黨票是481萬 差多少 差了300多萬 所以大家說有這個分裂投票 當年的狀況是更加嚴重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拜託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